我上期节目中认为这个空难是一起人为的恐怖主义事件 不过我看过更多的资料以后 目前我觉得更像是一起灵异事件 各位如果不相信就当故事听好了 网上有一个专门给人做灵牌的人 名字叫做枯萎中正 他是一名医学硕士 自称前世是外星人 可以通灵治病 处理前世今生 他说疾病是外灵附体 或者是宇宙信息传讯不畅引起的 让附体的外灵离开才能康复 他说他跟外星人有些接触 驻有灵力医学到美国等书 因为他从小就经历一些灵异事件 一直试图破解这些谜 最后追踪发现并且证明了灵力和灵力场的存在 他说这是宇宙的第五种力和第五种场 对于很多医学中的原因不明 病因不明的现象 他会通过灵牌 也就是跟灵界沟通的方式 来揭示疾病的原因 他通过灵牌看到 有40%的重大疾病和杀生有关 包括杀人 堕胎 杀动物 30%的重大疾病和前世有关 他说灵力医学排列 不但是疾病的治疗手段 而且也是验证佛学神学的一个极好的工具 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位通灵人士 因为他最近对东航空难事件做了灵牌 说这个空难事件是因为空间折叠导致的 具体他说的很玄乎 那这里我就不详细的描述了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难以接受 会把这种人当精神病了 我在这里就简单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空间折叠 就是说本来是一个平流的空间 被某种力量折叠以后就像是一块布 本来是水平的 然后就会变成一个90度的下垂的方向 而这个飞机就是顺着这块折叠的空间向下飞 还以为是一直在平飞 然后他解释 如果这个平流空间在接近地面的地方 再被折叠回来 形成平行的空间 那这架飞机就会顺着这个折叠空间 飞回原来的姿势 可惜这个空间被折叠以后 没有再折回来 所以飞机直接就落地了 造成了事故 他说1992年的11月24号 也是在同样的地方南方航空公司的CJ3943 也是波音737客机 在飞往桂林的途中失事 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时空被改变了 导致飞机直脚向下俯冲 这种情况只有灵异事件才能够做到 他说他看到飞机上的人都留在了云上 所以在地面上找不到遗体 也就是说遇难者的遗体都在云上 他说这些遗体在飞碟的帮助下 已经被拉到了森林的地面 如果当时跟着飞机一起冲下来 肯定就无法完整保留 而这些遇难者的灵魂 也已经被送到了目的地白云机场 跟他们的亲人见面了 只是已经阴阳两隔 那我今天说的这个内容 是想留一个记号 等这个遇难者的遗体被找到的时候 或许我们就可以证实 是不是像他说的一样 在某个附近的森林里 会找到完整的遗体 的确这件事情太诡异了 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 为什么飞机会直接俯冲 毕竟这个世界上 已经出现过很多的灵异事件 都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 不管怎么样吧 希望最后完整的遗体出现 能够给家属带去一些安慰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